今晚开战吧 对 姐 你真的好 就说你真的很有经验 你吃过的眼都比我吃过的米还多 挑男人真的就是要挑这种身材很好 对不对 自律 对 然后脸一定要帅气 要超帅的那一种 对 最好现在头发 发型要Q 对不对 这不是现在的照 不好意思 当你跟我再讲电话 你可以过去吗 不好意思 你刚不是在说我吗 讲你 不是 我在讲电话 对 像那个邱泽 对不对 邱泽就超帅的 他就是心目中的这种理想 你第一次在说我 不是 不好意思 脚很痛啊 所以你们说说看 姐姐的这些劝试文 到底是有道理 还是说平平就好了 姐 秋泽你一定要约我吃饭吃饭 约他约他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好 来 欢迎我们 认妹代表 好 认妹代表 对 好 欢迎 节目还是要进行节目 我责 我责 你这样自信鸡翠眼是不是 来 欢迎 认妹代表 别走过来 老妹代表 有些生姓代表 对 老 也有老得好 有啊 我跟他认识多久了 对啊 我还演过他男朋友 真的假的 我的 就是某一台的 第一次的八点档 男朋友就是罗哥 我快 好紧张哦 但是他 他从头演到尾 演了三百多几 没有啊 我只 我只演了十几 就被干掉了 真的能够理会 对啊 对啊 好可怜 对啊 我今天要聊的 就是很常 我们滑手机的时候 或是平常聊天啊 都会一定很看到 或听到说 来自姐姐们的人生劝势文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 我一个男孩子在这里 四代力保 我就 你怎样想下班 你就听听嘛 希杰 我跟你换位子 干什么 我也是姐姐代表之一哦 你也是姐姐代表吗 对啊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中间 中间 但是我比较偏姐姐这边 我觉得就是 守女代表 不听姐姐言 吃亏代表 所以一开始要问一下大家 听姐姐的话 是不是真的胜得十年书呢 当然的哦 不觉得哦 不觉得 为什么呢 对 还是觉得自己来观察 比较好的 还是怎样 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 因为姐姐的言论 有时候会太像妈妈 太啰嗦 就会已经有一个妈妈了 你妈妈在啰嗦 而且都会讲说 你不要太晚睡啊 你裙子穿那么短 我跟你讲 你现在感冒 你又落下病根子 然后以后怎么样 我说 真的 要拼啊 不会啊 这样很好啊 对啊 这样很好 而且我现在年轻 身材好的时候 我还可以穿这样 等我老了 穿这样谁要看啊 对啊 可是我 你态度不要这样 我这叫端装 然后不会让 而且这样子穿着 不会遭一些 阿里布达的人 因为你穿 你穿着很露的人 那种很色的人 才会盯着你 很色的人 那这会追我们这样穿的 端装的人就正好 你穿这样子 如果到龙山市去 也很多人会盯着你 你怎么这样啊 可不可以去泡茶 这样 漂亮 是 对啊 好啦 就是姐姐的劝识文 到底是真的很多 没错了 对 那我不知道网友买不买单 我要问一下细节 好的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路各大社团 合作困倦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杰 为众多网友发声 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 根据这个今晚开赞吧 的官方粉丝团 还有网路社团 女人心事聊聊专局 以及调悍女人的话题 合作民调 我们整理出来了 有一些这个蛮经典的 姐姐劝识文 但是呢 妹妹们却是持这个 反对意见的到底有哪些呢 马上就来先看到的是 跟感情还有交友有关的哦 第五名呢 是说不要跟喜欢抱怨的朋友 在一起是有24.8% 然后登上第二名的是呢 找男人不要只看外表 帅不一定可靠 43.7%哦 好 这边分享一下这个 姐姐派的网友说 你找男朋友帅 可是他不疼你 他不爱你 然后又爱出去撵花惹草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但是有43.7%的妹妹们的网友表示说 丑男也是渣男一堆 那你不如就是找一个帅一点的 心里还蛮平衡的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一点我站在妹妹那边 也有道理 丑跟帅都会偷吃的话 那就当然选帅一点 对啊 对啊 要不然你可以选 不一定要帅 不一定要丑 但是至少某方面是OK的 哪里哪 某方面 个性啊 个性方面要好了 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帅还是可靠 我们讲的还蛮顺的 如果只能选一个呢 帅的可靠 帅的可靠 对 不要帅到分手就好了 帅的可靠 好啦 那我们一开始先来听一下 姐姐们的人生道理 那我曾经有遇就是遇过一个 就是高富帅又怎样 因为他很滑心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 因为当然每个女孩子 年轻女孩都希望180的 那个男孩也180 然后是长得很帅 湿湿纹纹的型 触手又很搭棒 又很会营造罗曼提克 像他那时候 因为我出来 他就是穿西装 然后开车来我们家接 我还会买玫瑰花 然后带我去高级戏餐厅去吃 那会觉得 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我好像是琼瑶的 那阿姨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真的会觉得 他也不会毛手毛脚 就是很紳士 他会写情书用毛笔子 写开 每天记忆封 每天记忆 毛笔子 他真的是用毛笔 那时候民国 大概七十几年了 他是写 他是写 真的是用毛笔 写心给你吗 写什么夕阳 什么多美 什么什么什么 就形容对 那你就 他每天就一封 每天又一封 你就会很期待 要跟他交往 然后也彬彬有礼 家事也不错 后来他就慢慢约我以后 就变成真的是男女朋友了 可是后来他有时候带我到他们家去见他父母 在以前我妈妈有跟我讲过 如果你不是想要嫁给人家 你不要到人家家去 那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跟我各方面 他比我大差不多四岁 那我觉得也OK 四岁好啊 三六九块 长得很像欧阳龙 对 他脸长长 个子不高高 可以想象 对 后来我到他们家以后 他妈姐 我吃饭 吃完饭以后就到他房间去 他不知道在干嘛 那么快啊 你第一次去人家就 找到房间去 在房间 欣赏毛笔 没有 我就看他的 因为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我就会去看他的那个书 他看什么书 他的照片 我就把照片本子拿出来翻一翻 翻第一页 怎么有一个女孩子 跟他法拉头的 哈啰的 等一下翻第几页 又一个女孩子 再翻几页 又一个女孩子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是怎样 怎么会这么多的照片 后来就才旁听 就跟他朋友 同学问 他朋友就说 其实他在外面 有很多的女朋友 只是同时交往 可是他可以每一个都安排得很好 时间管理大师 可是问题是 我的确是他妈妈认可的 就是他还会分 哪一个是在外面玩的 哪一个是这就是还可以带回家的 带你回家了 带你回家 对 带我回家 那些可能就是他在外面玩的 我也跟他摊牌 他也支支吾意支跟我解释 可是我就觉得你是 可是对于刚才我们讲那个理论 就是帅的也会偷吃 丑的也会偷吃 那干脆选帅的 这个我当然我认同 可是问题在交往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丑的会不会 还是帅的会不会 你不知道 一定要交往才知道 可是我个人觉得 帅的男孩子让我会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你看很帅 别的女孩子看得也很帅 说不定坐了一个电梯 那会一把 两个人就去喝茶了 诱惑也比较多 当然丑男可能是要你 荷包满满 或者你很大方 你很懂得女孩子的心 你才又追得到女孩子 那所以后来你就不找高富帅 就找你现在那些人这样 后来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大概38岁才结婚 那丑的帅的演员 为什么像林瑞阳 什么都合作过 那我就会觉得 那个时候就觉得帅不重要 是要默契 或者谈话 或者我在你旁边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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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啦 就是会觉得帅都不重要了 我找了这个老公 最起码他追我的时候 是的确每个礼拜从国外飞过来 每个礼拜飞过来 很勤劳 对 然后他就是 以前就是省之前要加班 一直努力 努力赚钱 只要我喜欢什么 他就会买给我 那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他那么辛苦 然后他花这个钱 我就会很感动 可是婚姻也是要靠经营 那一直公主病很严重的 那久了不帅的也跑掉了 对 就是你还是要自己也要修好 然后把家弄得温暖 老公才会回来 如果不温暖 他也不会回来 对 佩恩姐姐呢 觉得帅还蛮重要的 在年轻的时候 好 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要找 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然后帅 然后身高一定要高 对 他也是这样 本来180 你看一直这样 降到没160 好 我也是 对 就年纪高就会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 算是初恋了 他在 他很会打球 排球打得很好 然后就是他打球的时候 就你看到旁边 很多女生都会喜欢他 你就有一种虚荣感 因为他是我男友 还是我的 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你必须经历的 就是劈腿 就是像那个时候 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他 然后那时候很单纯 就想说 我们武专的时候交往 那我等他当兵 后来那个时候 要去外岛当兵两年 那我就等他 我没有兵变 我真的等他 然后那个时候 谁追我 我都没有离人家 结果后来他真的就当兵 退伍回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就是 周末都不太跟我约 什么 然后就我记得有一个周末 他跟我说 他要跟国庸同学去打球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就跟同学去看电影 坐在那个工作上 然后因为我很习惯 这样看外面 然后我就会看 我没有 那是谁 然后我就再撇一点 我想说 因为我先看的是 那个男生他整套穿 因为我会帮男生买衣服 所以他这整套 就穿着我帮他搭配的衣服 然后在旁边是一个女孩儿 然后就走在那个马路上 然后两个态度很轻腻 然后我想说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 然后后来我就 点我那个姐妹同学 我说你那个 她说那不是谁谁谁吗 我说所以我没看错 然后我就开始在公司上 然后一直哭 然后还记得我去看电影 人家都笑得乱七八糟 结果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眼睛哭了 你真忍得住 你这样看了之后 然后还可以去看电影 对啊 因为不是那 我下不了 就是我动不了 而且那个是没有手机的年代 然后我除了 我觉得已经有点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傻傻的就是跟着 就有点像那种行尸走肉那一种 对 那时候我们应该交往快四年 对 然后我就这样就是 心向稻草人 对 对 因为你真的认住了 没有想说会有这种事情 忍到晚上回到家 他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就说你今天去哪里 他说我去跟朋友打球 我就说 崩溃 对 因为你就很 那你有跟他说 其实你有在公车上看到他 对 我后来就说 我有就是看到他 然后他就硬说 那个是谁谁谁的朋友 其实那个女生是 他在当兵 他在金门当兵的时候 人家介绍给他的 怎么会这样 你要偷师也穿别人的衣服吗 对 对 你真的吗 就是不要 对 我其实是先认衣服了 老实说 但你现在看男生 你就觉得 真的 帅还好 你们听了姐姐们说 觉得如何 我觉得完全没有 因为我觉得 讲劈腿这件事情好了 我自己是觉得 长得帅的会劈腿 但你长得丑的也会 对 就是我觉得 劈腿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只有 长相跟长相有关 长得丑的 你比如说谁 不好说 不好 对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要在一起 要交往的话 一定 不一定要长得帅 但是一定要看得顺眼 虽然我自己看得顺眼就是 帅的啦这样 对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爱情嘛 不是一定要有一些火花跟热情 所以如果觉得 每天一回到家看到他会觉得 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那好像 我就好像没有想要在一起了 对 像我们那种结婚很久了 我都二十几年了 那回去看到也没什么感觉 对 我觉得帅的看久 你也会觉得他不帅 我觉得不会 梁朝伟每天给你看 你也会觉得就是 其实我 梁朝伟愿意试试看 不会 看久了也是会 不知道这个要相处 可是我真的觉得 你要交帅的男孩子 你必须要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 当你男朋友搂着你的时候 妈妈又在讲话啦 就是看着别的女孩子 穿漏背装或正妹的时候 你是拔了去 还是觉得 你就让我没有关系 我就忍 我包容 然后他又跟别的女孩子 有些女孩子会很主动的 来投怀送抱 不是 姐 这个不合 因为 你还是会看的啊 对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是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是那种 校超等级的那种 对 然后就是 我因为跟他在一起 隔壁班的女生 女生班是全班讨厌我的那种 在一起了之后才发现 就是他是一个 超级专情的人 对 而且他是那种 因为他是学长 所以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是大学一年级 会有很多那种 早上八点的课 然后因为他家里我家 大概有二十分钟 骑摩托车 要二十分钟的路程 然后就是他都会每天 六七点起床 然后为了载我 送我到学校 然后他的课可能是 三四点的下午的课 然后他就还会再回去补眠休息 每天这样两年多的时间 中间都没有突过车这样 完全没有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 就是有点感觉好像 不能以貌取人 那后来他有在一起吗 没有 就是那会是什么分析 是因为就是他转学了 我是在高雄念书 然后后来他就转学到台北 然后距离很高 对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是学生 就是没办法什么 说见面就见面这样 感情如果是坚贞的话 应该是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就是还会有很多 比较生活中平凡的那种举动 可能我生病了 然后他会就是买那种 不是 不是 也有 就是那种感冒药 然后跟那种水果那种 然后但是他拿给我的时候 他是会直接挂在我家门口 我们其实生病或感冒 一定状态会很不好 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在家 然后化妆或什么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好像不应该打扰到你 然后也会不想 会想说可能女生会觉得 状态不好不想见面这样 算鬼话女生 对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的 他没有这样讲 他只是放好之后 就跟我说他先 就是他先离开 然后叫我自己下来拿 其实真的是 帅的男生也不一定都会劈腿 也是有很专情的 对啦 对 也没有觉得 我是觉得 教男朋友帅的 你人生当中一定要教过一次 而且你知道 趁年轻的时候 教帅的嘛 然后 幽默 体贴 爱运动 然后第五点就是 十日同时教这四个就对 因为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 开玩笑 开玩笑 我是觉得 你要趁你年轻的时候去尝试错误 就像我之前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都是读夜间部 然后 所以白天的时候会上班 会有跟很多社会人士接触 然后那个时候呢 有一群朋友 就真的单纯酒肉朋友 就是约出去就是夜店啊 然后什么 完全没有什么知识性的交流 过了一阵子 年纪慢慢长大了之后 然后也毕业了 然后再出社会工作 然后那时候很刚很流行那个脸书 然后就看看 诶 这个男生不是以前那个 酒肉朋友吗 嗯 加个朋友好了 他最近怎么样 就是看他大和天 蛮人模人样的 嗯 然后就开始聊天 然后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没有啊 我爸公司 现在就给我管啊 嗯 就事业有成 嗯 然后我就说 真的喔 那还不错啊 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空啊 我们出来喝个咖啡啊 就回忆一下亿当年嘛 嗯 他说好 那我跟我女友讲一下 吃饭啊 喝咖啡啊 到的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我说 那我要先去做美甲了 嗯 我跟后面美甲有约这样 他说你要去做美甲 嗯 我说对我要去做美甲 他说 喔我最近对美甲这块 还蛮有兴趣的耶 嗯 然后我说你有兴趣 他说我可以跟你去吗 我说可以啊 可是你这样一个男生去美甲 不会觉得很不自在吗 对啊他要坐哪里 对啊他就说不会不会 我很有兴趣 我想要去看一下 后来才发现 他是对美甲 创业这一块还有兴趣 嗯 然后后来聊天聊一聊 我说其实我也有兴趣 嗯 我们就一起投资 开了一间美甲店 嗯 到现在 然后 总会有三间分店 喔 那你还不错 谁会想得到当年的酒肉朋友 现在是 真的耶 事业的伙伴 所以我就是觉得你看 出外靠朋友 人际关系 存折要有 那个朋友 当初你有跟他在一起过 你可能现在就不会有跟他做 有女朋友啦 当初啊 我说当初 你说当初玩在一起 对啊 因为他比较爱 他还是喜欢高的 跟他都比起来 有点 嗯 谁比较高 好 刚刚讲的都是跟感情啊 跟交友有关的这种券事文 嗯 其实应该还是有其他的 券事名言吧 对不对 有 要问一下细节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跟金钱关相关的 第四名是 免费才是最贵的 有25.4% 那再来第三名呢 就是口袋有钱 你才有选择权 有40.5% 那这个姐姐们的网友表示 有钱就是老大 而且有钱你生命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是要自费还是健保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就是健保only 是不是很实际呢 嗯 两位姐姐也是这样子的吗 我从小 就是都是自己工作 嗯 然后自己打拼 嗯 然后赚钱 然后每天都关在棚里面 嗯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总要有一个快乐的 让我快乐的宣线 那我也没时间交男朋友 就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那有的时候 难免会很喜欢买点漂亮衣服啦 或者买一些 比方说我后面的时候 因为我几乎一年下 几乎那个戏都是满档 我就会比方说 这部戏我买一个手表 银表 或者那部戏我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会有一样大样的东西 让我做纪念 那有一次呢 就是我到国外去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一个包包 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 因为它是限量的 全球限量 包包 这个包包 快27 27 8年了 好漂亮啊 那时候买多少钱 我那时候大概买快20万 便宜耶 我不是想那时候就是办 现在这个 我都 一定要五三四五五 不是 这中心放在里面 不是看光光 如果你 你不要一个公园阿伯 这样子 这样子 我怀孕 这个你看 就我泡了二十几年 还是这样子 这个很美 你知道它后来到现在 一直在出这一种 楼宫的 不可买 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买这个包包 但我觉得说 那时候买东西 眼光好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这个 拿去二手店卖 可以卖三倍 真的喔 还是有人收 对 还是有人收 有谁一直说要叫我卖 对 我就不卖 我们卖的话 以后留给谁 你儿子 留给我媳妇也可以 或者带到棺材里面 烧给我也可以 这很难烧 我可以包 对啊 你可以给我 对啊 就觉得 有的时候人就是一个 重感情回忆 对 我跟佩依姐一样 我以前拍完一部戏 然后我也会常买一些 我觉得免费真的 尤其是打折的东西 其实很贵 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用 对 就像我现在 我以前很爱买一些打折 因为我很喜欢买鞋子 然后我就会趁打折 买一些不是我的 像这一双 我那时候买 你看我金屋没穿过 然后 好美耶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结婚的时候可以穿 但后来也 就是也结不了婚 那我想说那这一双 结不了婚 为什么 就是看家朋友的 因为他们五个见面了 对 然后没有 就后来我真的觉得 真的很浪费 因为我到现在鞋底 都还是 可是这一双 其实不见得要结婚的时候 平常也可以穿 我平常其实穿 而且 我其实有大一点点 我是硬买 它的鞋跟也太美了 而且很亮 像这一双也是 我硬买 因为它打折很便宜 对 它打了大概五折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就是这个牌子我又很喜欢 但它里面也是 就没有的 你可以 因为下一次如果有姐妹她要结婚 你可以借她 然后倒在那个 我的 重点是我的脚很少 谁敢喝她的鞋子的 对啊没有人 然后还有那一双也是 这一双是真的 因为它很便宜 它就在架上 那时候好像一双两百 还三百九 然后我想说好便宜 然后又刚好有我的尺寸 也很好搭 我想说我总有一天 可以穿到它 总有一天 对到现在就很没有这一天 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后悔 因为我觉得 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其实我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像我现在的价值观 就会觉得说 我宁愿就是把钱去花在 投资自己身上 对 通知自己 通知自己 对 最实在的 这就是年龄往上走之后 最大最大的 想法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沐昕你听看看林莎街 不要讲什么 没有 我这也是 我跟你讲 谁说贵就是 好便宜也能 小兵力大功 真的 因为我发现 因为很像姐姐们 跟我身边的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都会说 买东西就是要买最好的 然后你去看那个品牌 假如今天我要买什么 冰箱冷气机 我就是要最好的 最顶规的 然后所有东西 我都一定要最好 因为他们会觉得 一个东西可以用很久 要买就是要买到最好的那一个 对 但是我会觉得 因为我自己是过敏儿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空气清淨机 当初在买的时候 我也是听信 就是姐姐们跟我说 你要买空气清淨机 来 姐姐带你去看 然后就到那个空气清淨机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买 就是要买这个最贵的这一个 因为他说他也是用那个 他觉得就是很棒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哇 两万多块 我如果可以有它 然后我就可以不过敏 我觉得这个钱 我花的也是值得 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了 那一台空气清淨机 然后就用用用用用用 也都很OK 很不错这样 然后当然就用到了大概一年多 快两年的时候呢 它就坏掉了 它是真的坏掉了 就是修了维修费 我记得要几千块的那种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我也懒得拿去维修了 不然我就自己滑那个购物 购物网站 我就自己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CP值很高的 就是空气清淨机这样 因为平常我自己买的东西 就是真的会去 就是会看 就是有哪一些 大家推荐的网友 会比较就对 对 会比较说网友推荐的 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那种口碑 然后我想说 怎么又一台空气清淨机 然后大家就说 那一个品牌是媲美 之前我买的那一个大牌 然后说比那个大牌 还要再好用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一下价格 才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太便宜了吧 你看 虽然它长得很阳春 我要先说一下 它就是这样 怎么看起来像垃圾桶 它真的就是这样 可是它就是 那是空气清淨机 那是什么 它是空气清淨机 外面的东西包的那种 对 这边是 它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滤网的那个纸 直接贴在外面 它是 对 它就是直接这样在外面 那它里面就是这样 但是它可以保护 就外面包成体 对 就是你用这个 它可以用比较久一点 对 然后呢 它就是真的是超阳春 它就这样接一条线 然后呢 这边就是 就是长得非常的普通的一台 它就是没有美丽的外壳 就这样 它就是没有美丽的外壳 哪是原理啊 真的啦 因为它就是把美丽的外壳 省下来啦 然后就做里面的 基本的东西这样啊 这跟它好用的原理 有什么关系 就是它就是 就很好用 那你怎么知道它好用 对 我们 现在我要说 就是呢 它这一台算看起来 就是这样的对 然后呢 我就想说 好吧 竟然才一千多块 我觉得OK啊 买回来用用看这样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里面有大概四五千个网友 的那个留言 都说很好用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也就买 买了它回去 但是因为我前一台 已经坏掉了 所以我在等它来的过程中 中间有一段时间 是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是没有空气静静静的 我那时候是晚上 我是没办法睡觉 我是要一直用卫生纸 然后醒鼻涕 然后一直打喷嚏的那种 一个礼拜它来了 我就想说好 那我用用看 我就开始使用它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觉得睡得超好 就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就完全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不过敏 不打喷嚏 我就觉得 就只是便宜的 但是其实也是有好货的 对 就不一定是 一定要一台两万多 它才一千多块 便宜就不一定是奥货 对 而且我用了 大概快要一年的时间 还没太快 对 一年的时间 我就想说如果一千多块 好吧 就算它今天回去 它就坏掉了 我也可以买的十五台 但是就比如说 像我们那些 看一些年轻妹妹买东西 比如说她可能愿意 她觉得一个包包太贵 对不对 一个保值包包太贵 可是她可能就会愿意 花一千块 然后买十个便宜的包包 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保值 对 然后放久也会呼气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在网络社群平台上发文 他们会觉得说 不好意思 你可以离开那妹在哪里 这里很香 在这里 不要一直在她的包厢好不好 有空气清淨机在 它过敏 会买很多原因是因为要搭配 然后跟现在其实很多女孩 会想说 不要 不要重复 快食上就是最浪费钱的一个东西 没错 但是他们就是会想说 没关系就是 他们的文章可以非常的丰富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单品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的想法会比较想说 想要让大家就是比较多元化一点 就不会永远 可能我买这个包 我等于要 可以买三十个包包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到头来就是一场空 当你愿舍离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可以卖钱 但你们那些东西就是只能捐出去 那些东西也可以卖钱 觉得当下买就是很快乐 那那个快乐是我买这个东西 我可能得不到的 因为以前我外套都乱买 我当然就是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那种五百九八百九 后来有一个姐姐跟我说 她说 你花这些钱去买一件好的外套 封印外套 所以后来我就买了一个B牌的封印 我到现在还穿大概快二十年了 而且没有骑过一个毛球 那你就可以撑很久 你平均下来其实还是很划算 对 一个好的包 你其实可以拿好几年 真的 你不要买那种 算了 算了 我们三个了 算了 跟姐姐们差别还有跟 是经济能力 对 因为那妹可能 她不舍得花几万块去买一件 真的很好的外套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常常也是会看到 我喜欢的很贵 对不对 我就看那个橱窗 我说你等着我 我会赚钱来把你买回去 然后我的经纪人 跟我想说 自己内心 是一种信念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奴的 I'll be back 对 然后还有我的经纪人 那时候跟我讲 一个女孩子 你要提升你自己 就要穿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开车开好一点 给人家的印象 你到电视台来 或者你出去 人家会觉得 这个女孩子 她的质感 对 要慢慢提升 我不是说要败家 就是慢慢慢慢地提升 当你想买一个 三百九五百九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钱省下来 当你省了十次二十次之后 其实你可以 不容易存到钱就衣服过季了 对 所以你要买经典款 对 可是我觉得 免费的东西 不一定是最贵的 因为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让我赚进工作机会 怎么说呢 有一次呢 有一阵子我 那阵子免疫力下降 免疫力下降 我会长泡枕 泡枕 在嘴巴这边 泡枕是 泡枕不是长在那里吗 奇怪 刚刚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你都没什么互动 有 有啦 我有听他们在讲 对 而且他会重复 你只要人生中得过一次 他以后你只要累啊 或什么 睡眠不好 他就一直跑出来 然后那个通常都要一两个礼拜 他才会好 然后有时候会很严重 很痒 然后又刺痛 然后我前阵子就是这边 长了一个泡枕 无敌巨无霸泡枕 超大 这样 这样笑都会痛 战爱的那种 我去看医生吃药擦药 已经一个礼拜 他丝毫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他就是在那边 我想说不行啊 女明星不能长泡枕 你知道出去工作怎么办 而且你是说你嘴巴长泡枕 大家就是 对啊 是不是有点乱 是怎么样 我都发在我的现实动态 我就问一下我的网友们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治疗好泡枕 然后就有一个女生 她私信我 她就说 这个东西对于泡枕 跟免疫力低下 这个部分很有用 她说我是你的粉丝 我寄给你 你用看看 结果我一用了之后 我隔天泡枕小一半 哪一个 哪一个 小一半 很夸张很神奇 而且我那时候伴随着重感冒 鼻塞两边都塞住那一种 不是测 测哪一边睡 它都不会通的那一种 隔天起来鼻塞没了 然后后来我就发文 赞叹这个东西 我说怎么会有 这么厉害的东西 让我的泡枕变小 而且让我的重感冒 好了一半以上 真的喔 结果那个厂商就看到我发文 就说紫诚 我们是这个的厂商 就是很开心 你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就是也很 欣赏你的形象啊什么什么 我们有没有机会 可以来做合作 合作 找厂商 找厂商 自从我吃了这东西 长高又长高了 对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去想 我拿到这个很开心 或是什么 可是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 拿这样 或是受人家恩惠的时候 你就是 不好意思 我觉得 第一个会不好意思 再来是我觉得 有人情在这个东西的时候 爱好 对 爱好 但是这样赚的一个工作 是还蛮开心的 我还有第一名 那全是 细节 好 我来看一下 讨论度最高的第一名 就是姐姐们说 年轻就要开始保养了 就要注重养生 有44.1% 不过呢 妹妹就说不行啊 我年轻就是本钱啊 年轻就是要挥霍 是要跟你养生 但是 劝你一句 真的要养生 你现在才可以跟妹妹们 在同一个场合 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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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体力还是很好 那你们要听细节奶奶讲 奶奶 也这样 但我是妹妹的时候 我也觉得 为什么要养生啊 我们是妹妹的时候都这样 对啊 就想说 为什么 然后小时候就是 妈妈就说 那个奶奶要吃冰 对 我说吃冰到底会怎么样 有什么然后就照吃 现在后悔了 是不是 都这样啊 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讲 然后真的到了一个年纪 就觉得 为什么年轻这么挥霍 对啊 但是又想到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痴狂 不疯狂一下 就恍被人 恍少年 对啊 究竟说年轻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挥露一趟 这个会提出来 你看44.1% 那就代表是真的很多 姐姐们会讲这件事 因为你自己经历过 你不听人家说 像我以前拍戏拍完 我就是把那个假睫毛 整个这样撕掉 然后那个化妆 姐姐就跟我说 你不要这样撕你以后 眼睛会下垂 真的会 什么叫做眼睛下垂 我根本就会动 然后我后悔了 留下垂 对我就会想 我现在根本不戴假睫毛了 但请问一下两位 你们有很常听到人家 跟你们讲这个吗 超常 一口同声 一口同声 那你刚听到这个话的真实反应是怎么样 大三白眼 对啊 大蠻白眼 要去夜唱 他们说不行 你要睡美容觉 你不要去夜唱 对 好怎么样 可是朋友都在揪 就你不去这样子 很不好意思 对啊 还有那种大家都难得聚在一起了 然后就说不行 我不能喝啤酒 不能吃炸的什么 你就会觉得很少性 而且你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Mekin的朋友再也不约你 很好啊 你就可以睡觉了 对啊 你醒啊 做自己的灯火多好啊 对啊 所以发现就是这样啊 以前你觉得好像人就揪 这个观念就是 我跟年轻会慢慢脱节 就是从代沟 就是从这里开始 真的 我就在家看我的YouTube频道 你们会发现姐姐们去KTV 永远是点那种老歌 她现在最新的歌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去KTV都唱什么歌 超跑情人梦啊 我都唱就是 蔡依林那一种的歌 那你跟我们同一样 没人在那边 他有新歌啊 新歌什么 就是从蔡依林那一首 就呸啊 那一种 呸什么 他很旧了 他现在有点旧 某人星星 你那边都搶你 我刚这个年代 唱梅艳芳的歌了 亲密爱人 对 以前的歌超红的 我以前 对啊 你现在唱歌都唱什么歌 现在 就去KTV 南部的口音 有 白部的口音 这什么东西 辣台费 我用人会的方式在唱歌 有 这还蛮OK的 其实没有 我听的东西 都蛮新的 所以刚怕粥球 怕粥球 怕粥球 懂吗 我听说那个鼠鼠 有啦 有的 佩儀姐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 鼠鼠 鼠鼠 好了 我可以到这儿抱歉 加油 加油 干嘛 鼠鼠 我知道 不然你是安管是不是 所以怎么样 林莎已经觉得年轻就是 对 我觉得 真的就是年轻 就是本钱 只要活在当下 就是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 就是一定要吃宵夜的人 就是我是那种 没有吃宵夜我会睡不着 就是每天回到家 就是我是一定就是要吃东西 年轻还可以 我也 那我要去那里 我也每天吃宵夜 真的吗 那你真的保持得很好 对 保持宵夜 我每次宵夜 不敢吃 对 就是一定要吃点东西 才睡得到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 养生这种东西太累了 就是你要叫我每天 就是一整年都养生 我觉得不行 但是我可能可以偶尔 我就觉得很累 就是生活这样 有乐趣吗 你以为我们想到 对 对 那是因为生完小孩 代谢变慢了之后 会胖啊 对 所以我才要趁年轻 你现在嚣张 对 年轻的时候 要赶快吃一下这样 趁年轻代谢好 对 赶快多吃一点 对 赶快多吃一点 然后放松这部分是 因为像我自己 会很喜欢就是泡澡 或是给人家按摩 然后不然就是 我会自己就是 在家里面弄这种 就是 精油的那种加温器那种 然后它就可以 调时间了 对 然后就是它是那种 就是可以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香味 它会融化对不对 对 它就是会融化 可是你这些动作也蛮老人啊 你怎么办啊 你干嘛 我看你站起来 我就想跟你过来 它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那种精油 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打开 然后放进去里面 这不是蜡烛吗 它很安全 对 它很安全 就是因为它不会有火 所以它是用电容 它不是用火去点 对 它就是 让它里面就是有一个温度在 然后这个蜡它就会融化 然后就会有很香的味道 是在台湾买的吗 对 在台湾买的 然后它就是 可以让我在生活当中 一回到家 因为它可以按时速嘛 你也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关了之后 开了之后忘记关这样 所以我就会就是 可能按个三小时或六小时 然后之后 就会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你的房间 就会充满很香的味道 你就会觉得 回到家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对 然后三十几岁才做这种 让自己很放松的事情 对 他蛮喜欢这个 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直拼 有一些小确信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 干嘛 你偷东西喔 这感觉很不错 我觉得是不错 这个喜欢 对啊 这感觉很不错 其实让自己变好变美 这个事情 对 我觉得女生不管年轻 或是资深一点 都是该做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 网友们应该是都有 这个自己一套逻辑啊 一定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也上街 投抗议 不是 好 看一下VCR 我们来看一下VCR 像皮拉提斯还有瑜伽 健身啊 或者瑜伽 爬山 后来去游泳 我觉得敷脸蛮重要的 脸会更紧致 然后保湿 早上要喝柠檬水 然后跟多吃水果 可以保持脸部的Q彈水嫩 用胎盘素擦品货 这样的毛孔会比较小 我觉得游泳 就是有雕塑身材的效果 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异胖的品质 所以就是靠运动 然后维持现在的姿态 刚开始像比如说爬那种 难度比较高的山的话 会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做见自己 补充一些维他命 然后胶原蛋白 我会吃一些综合维他命 吃完之后 有时候会觉得精神比较好 然后气色也会比较红润一点 其实姐姐 你平常有在吃这些保养吗 我是健身 然后保养品都会吃 两位年轻妹妹 刚刚上述姊姊们的保养方式 你没有试过吗 跟小鲜肉在一起 就会变漂亮 对 你现在那么年轻 跟大叔在一起也可能会变漂亮 对 好的 所以这个现场的姐姐 其实她们两个的状况都很好 对 对 我有比她大概十岁 其实我现在就已经做五万六了 对 五十六岁 但你也真的看不出来 你出道几年了 我出道三几年 看不出来 我民国七十五年出道 没有 我也是七十五 对 那差不多三十七年 对 从年轻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都很爱自己 只是像刚刚妹妹 她是要买一些她喜欢的精英 可是我可能觉得爱漂亮 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像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就觉得 人生真的很多地方开始退化了 你要老花眼 然后记忆力 皮肤 就全 出老状态都出来 然后像你们是没生小孩 我们还生过小孩 要烦恼小孩 烦恼家庭 上有父母 下有儿女 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又不想当家庭主妇 有的时候小孩上学了以后 又出来上个通告 或者演个戏 八点的 那那个背台词 你知道从早到晚 六点到晚上十点 那种体力 还有一场接一场 一场接一场 对一个有点年纪的人来讲 真的会觉得 我是不是该淘汰 其实心里很难过 那我就会告诉自己 从五十岁以后 真的要爱自己 那也常常养生 说要 我请问在座大家那么忙 有没有每天吃到 天天捂书果 真的没有 不可能 对 可是我的身体里面 就需要这些营养 当然除了就是 保养脸部 然后做运动 这些保持心情愉快 这些都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营养成分 一定要 那我也会就是 以前也有瓶瓶罐外 吃一大堆 补眼睛的 维他命 维他命C大堆 我那个都吃到哪一罐 都忘记了 知道喔 可能还有盒子 把那个装在盒子里面 对 就觉得好麻烦 像我保养 也是喜欢擦一罐就好的 就是简简单单就好的 直到我五十岁以后 我很多的朋友 精神状况都会 他们打高尔夫球 出国玩 都非常好 他们就跟我讲说 就是有这个五十岁以上的 综合维他命 这个里面呢 有二十二种 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营养素 然后它里面还有 维生素C 是美容胜品 然后它可以抗氧化 然后增加保护力 然后还有维生素E E呢也是就是 会让我们那个自由基 产生自由基比较减少 就比较不容易老化 也是美容的盛品 这个里面呢 还有B1 B2 B6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营兽三存很有名 很有 那从小就要听到大了 对 这是B1 B2跟B6 B6都有 它里面有很多 满满的我每天所需要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精神状况 我的活力都变得很好 像我现在就是 我的气色也很好 脑力也很好 体力也很好 像那一天 我刚才给你通告 我是去参加 我39年没见的同学会 高中同学会 然后我开车下去 我跟我老公 一路一路玩下去 到晚上10点 我早上7点出门 10点要通告 11点还跟我老公去爱河旁边 去散步 对 我就觉得 我哪来的体力你知道 当你精神好了 你其实体力变好 你工作也变多 然后你家庭的整个气氛 也变 因为你好累 我拿东西上去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够健康 这个不是到去好事多 一进去就 整个都有 而且还有大瓶的 对 其实只要每天 补充你的关键营养 你就可以身体 一天一个就很方便 一天一个就很方便 真的也是 谁吞了下那么多东西 然后真的要记 今天吃那个没 那个吃了没 那个上午吃 那个晚上不能吃 对 谁记得了 尤其是像现在母亲节快到了 我很建议 如果没人买给自己 趁现在把健康打底好 将来60几岁 70几岁 我还是可以很 活得很自在 如果有婆婆 或者妈妈 或者真的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都可以送 很贴心的礼物 了解 那佩姨姐是真的保持得很好 因为我要吃肉粒 要健健康康 而且是越 状态越来越好 而且皮肤还是好好 对 好像水潭可口 我不是那男人 我也随便说说 没有 真的 真的是要保养 皮肤好好 其实真的是要保养 因为你的身体很诚实 你怎么对它 它就怎么回馈你 只是有时候时间还没大 没感觉 是啊 对 但不管是姐姐或妹妹 是要保持美好的状态 保持好的心情 保持愉快的心情 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姐姐吃的盐 一定比你们多 对 姐姐的话要听 她讲出来的话 一定都是有她的经历 要听 对 要听 对 今天的内容你喜欢吗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专页 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今天谢谢各位分享 谢谢